百货公司周年庆保养品热卖 但很多人怀疑自己买的保养品到底有没有效呢 有化工系的教授建议用一瓶点酒可以分辨出 里面到底有没有比方说维他命C 像如果有的话 那么加上点酒之后产生了一些化学效果 原本棕色的点酒会变成透明色 春冬换季 爱美的女性都会在脸上涂涂摸摸 大家怎么知道这瓶瓶罢罢 究竟有没有像它一样具有抗氧化美白的功效呢 只要一瓶点酒就能搞定 化工系教授将点酒吸食后分别滴在三个器皿中 不夸张只要是含有维他命C成分的保养品 碰上点酒颜色就会产生变化 它本身的话就是棕色的 那它如果是有含维他命C的话 你把它滴下去的话 它因为有还原的作用 点分子的话变成点离子 那点离子的话是没有颜色的 实际来看看专柜品牌的保湿化妆水 加上点酒后颜色稍微变淡 开架式的美白乳液效果则明显多了 深色的点酒完全溶解在乳液当中 对照5%的纯维他命C 氧化还原反应更彻底 点酒还真能测出抗氧化成分 利用氧化还原的原理的话 可以看看里面到底有没有含有 维他命C的一个含量 不止点酒有没有用 利用苹果也可以简单测出 保养品中究竟有没有抗氧化成分 左右边苹果比一比 抹上美白乳液的苹果完全没变色 证实确实有抗氧化成分 右边没抹乳液的苹果则是变得黄黄黑黑 两个小配搏让民众测试 买来的保养品究竟有没有符合您的要求 记者陈谷明昌星高雄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